投向自由的柏拉薩郵輪,波蘭籍船員一行十多人,特地從高雄來到台北,舉行公開記者招待會。 船長華沙夫斯基報告他們請求我國政府政治庇護的經過和反共抗惡的決心,他說,波蘭成為惡地的富英國家,一切奪不到自由,還要受到迫害,人民在死亡線上爭長,和民主國家比較,真有天堂和地獄之大。 這是對惡地和他的富英國家最大的諷刺。鐵幕關不住愛好自由的人民,終有一天,他們會擺脫枷鎖,勇敢地站起來。 傳員們中間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他們來到華山天主教堂參加主日女大。 在波蘭,在波蘭共產政府下,天主教徒是常常受到迫害。天主教與共產黨是勢不兩立的,唯有徹底擊潰共產政權,大家才能安享平安。 全體全員參加米撒,他們為自己重新獲得自由而感謝主,並且為全波蘭人民祈禱,希望他們早日脫離黑暗統治,重建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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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